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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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鄉親 大家好 我是賀德芬 又好幾天沒見了 每天的天氣非常非常的熱 我覺得 最近這一兩年來 在台灣人的整個生活 非常非常的鬱悶 天氣一熱 甚至跟我們覺得心情非常的不準 不曉得怎麼去消解 除了說疫情最近有一些平穩減輕 是唯一的一個小確幸以外 我們看在最近發生的 政府所實施的一些措施 或者是國際間的一些大事 真的是讓我們心情暢快不起來 非常的沉重 所以我在想 如果我有機會 繼續在曾博士的這個平台上面 來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或來聊天的話 我希望以後也有個機會 讓我來對每天發生 然後影響我的心情 影響我的生活 非常巨大的社會事情呢 我也能夠發出一下我的情緒 來做一點點交點的評論 表大家是不是能夠接受 那在最近從7月 我們看到好幾件重要的事情 這些事情就我一個總評呢 就是想到我們的民主政治 這個不是說执政者 脫節跟民意脫節 我覺得顯得是执政者 他是有意要和民意來對撞 這已經是一種生死的交官的一種 決鬥的一個感覺了 那执政者所顯現的一種 霸道 專制或者自私 但也可以講 也許是他一種恐懼 所以也有朋友說 請彭P不要再一直去追學論文們的事情了 趕快讓他能夠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否則的話 因為這個執政者蔡英文呢 他的這個情緒啊 已經是非一般常人可以想像的 而他這樣的一個變異的一個發展 完全對撞民意 完全違利民主的這種種的荒腸軸板 匪夷所思的一些作為呢 真的會為台灣帶來大禍 當然這種禍是最無辜的 最受害的就是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大概哪幾件事呢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個我們先講這個三倍券好了 三倍券當然是各個政府都已經在這樣經濟蕭條 民情非常疲弱的時候 都希望能夠把國庫的人民的納稅錢釋放出來 能夠振興經濟 本來是美事一樁 我們看到有的國家非常的慷慨 而且非常的俐落 很快的就把錢就匯到了 普通每一個老百姓的帳戶裡面 皆大歡喜 可以經濟上有困境的人呢 可以舒一口氣 我們這也不知道非常的奇怪 就是說我自己到現在也搞不懂 我就覺得很麻煩 我始終沒辦法理清這是什麼個道理 那最一般的庶民的想法就是說 我要用一千塊錢去買三千塊錢回來 所以實際上我得到的是兩千塊 這兩千塊是一個稅金 而這兩千塊必須在年底前要花完 所以政府的說辭是說他怕我們去儲蓄 存在口袋裡而不花 對於振興經濟的沒有實際的效應 那這個實在是用小人之心來賭君子之父 老百姓也談不上是真的是有這麼樣的君子之心 所以我所有的錢都存起來 事實上我相信一般人為了這兩千塊錢 他必要的花用他還是必須要去花掉 所以這就是說你根本沒有辦法去體貼 一般老百姓他真正的需求 而完全閉門造居 那這個當然即使你好意 也變成了一個給人增添了很多麻煩 這有點像發口罩那件事 明明我是認為是有更好的方法 更簡單的更不要擾民的 而你做的事情做出來反而好像說是 我就是要特意的折磨你 然後讓你感恩戴德 覺得我這個政府好了不起 所以我覺得三倍劍跟這個口罩的事情 都是以折磨人為主事的 這是七月開始 大家非常關心跟民生經濟很有關的 所以心裡都不是很痛快 那另外還有幾件事情 我心裡也是非常誤主的 比如說跟索馬利蘭的建交 這是一個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承認的一個新的一個政治組織 然後去說它是一個海盜國家 這種的這個聲名狼藉 行為非常的讓人不齒的一個這樣的樣子 全世界沒有即使是最專制最封閉的國家 都不會跟它來建交的 而台灣既然沾沾自喜又拿著人民的錢 我們也不知道這個凱治外交又做了多少 問題是即使你用錢買的外交 如果真的對我們的外交有利 老百姓也都願意承受 可是事實上呢 你結交了這麼一個海盜國家 我想它那個負面效益是非常大的 那相反的呢 你看到關島的辦事處的一個非復 那為什麼前兩年要去關閉呢 到底是你上面還有更高的指導者呢 還是你的形勢呢反覆無常呢 你考慮完全的不周到呢 這個是外交上的 我們再看到在七月的時候 港版的國安法 我們也只看到這個相關的政府單位 口頭上很強硬 口頭上我會跟你一起拼命 流血了 我會跟你站在一起了 你這樣是不對的 是專制了 不民主了 事實上完全沒有行動 即使有行動呢 有幾件事情讓人真正匪夷所思 比如說是這個中科院 它的這個機密資料放在這個百度上面 既然只是因為在招標的時候的一個疏忽 這也可以用疏忽來作為一個藉口 而把這件事情就輕描淡寫的掩飾過去了 所以說我要負權責 這是負什麼權責呢 這個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看到整個外交 或者是對中共的態度 甚至是說對這個內政方面 內政方面我想還有更讓人心裡很難過的 比如說是漢光演習 那個演習 竟然也會造成人命的灼傷 有始有傷 甚至讓這個負責任的一個少校呢 因此而輕生 我們覺得很悲痛 有位這個少校他支持 就跟當時的那個駐日代表 一樣的 是為了自己職務上難以承受這樣的壓力而輕生 這讓人非常的悲痛 也非常的憐惜 可以看見我們軍中的整個軍紀非常的鬆散 我們到底有多少的武力 在能夠去真的兩岸有重要的戰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能夠寄望於政府 給我們多大的一個保障 或者有多大的一個承擔能力 能夠讓我們能夠對抗 那反而到這幾件事情呢 另外還有一個對內部的一個陪審制度 陪審制度我看到法界也有人非常的熱心 而且非常積極的要求參審制跟陪審制能夠並行 我自己覺得司法的問題 絕對不是一個陪審制 甚至參審制更是非常的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他只是找幾個國民法官去陪著這個法官在庭上 其實當他是一個如果不是一個專業的人士 事實上整個法庭的操控 還是由原來的職業法官來控制的 那陪審制度呢 當然我希望是說民間有這麼大的需求 對於司法的改革是必定要起而行 而不是在一直繼續的開國式會議 做了一些結論論而不決而不行 這樣子的一個並沒有真正的幫助 司法問題非常的複雜 從我們教育一直到整個社會的人民素質 一直到整個牽涉到他裡面的人事制度 各種的非常複雜 同時我們程序的我們所謂的是大陸法系國家 所以這個陪審制度是英美法系國家所採用的 我不是說我不同意 我覺得任何改革都有它的意義 可是我們不能說只其中一個改革 司法從此就清明了 也不能既往過高 那即使這麼卑微的一個要求 我也不了解為什麼 蔡英文當局非常堅決的就是要跟民意來對創 所以這幾件事情呢 我其實覺得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說的 他說的行為 他已經擺明了 我就是要跟你的民意要逆其道而行 民間的聲音我完全不願意去在意 其實在意我也要反其道而行 比如像監察院 我剛剛講了軍中的訓練也好 封技也好 讓大家有所擔心 看到我們的國軍有這樣的傷亡也是很悲痛的 可是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 那走私淹案的人 進入大過以後 可以去背逆傳統的一些規矩 甚至法律明定的一些升遷辦法 而非要來升遷這個少將 所以監察院的人事案 也牽連到這整個事件所彰顯的呢 其實就是在整個的政策上面 唯一例民意在人事的任用上 已經不合乎人情常理 所以在這裡我就說 我為什麼要點出這樣重要性呢 因為民意已經完全跟官方的決策 是背離隔絕了 不是他是故意不聽 還是故意要對撞 那有一個非常 我自己非常在意的一個人事命令呢 最近有人說是假新聞 也許到下禮拜我們就可以明朗化 那就是公廣集團的董事長 公廣集團從1998 90年的末期開始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 當時的廣電媒體和報紙的狀況 最早的時候 國民黨政府是有報警的 當時的報警 所以我們只有兩大報 聯合報、中國時報 當時的智力晚報 算是一個比較有反抗意識的 比較本土性質的一個 算是另外一個不同意見的一個報紙系列 當時的報紙 不但是不能夠申請新的成立的報紙 當然還有中央日報 這個是黨報 當時的中央日報 其實水準還蠻高的 然後在一個報警底下 對於這個電視媒體 在民國五零年代 也是1960年代 開始興起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電視的發展是比較慢的 所以我們從老三台 那個時候就是台視 中視跟華視 台視是省政府的 中視是中國國民黨辦的 那華視是軍中的力量 就辦起來三個電視台 所以當時的報警跟廣播媒體 還有中國廣播公司 都是國家經營的 自己是非常難以去掌控 這樣的一個媒體的一個廣道 所以當時的新聞被控制底下 所以是民意很難能夠傳送到執政者的耳朵裡面 讓執政者他必須要去謙卑 卑公的去探聽民意 才知道民之所欲 那民意最重要的 不要小說是在民主時代 即使我們說 我們以前讀書就是 政資產不費相效 就是說這個相效 很多人講的不太好聽的話 有批評政府的話 有批評官員的話 可是資產呢 他說這個不能費 因為這個有很大的作用 就是說我們執政的人 可以從這些言語裡面知道 民之好物 老百姓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我們真正的執政的話 要順從民意 而不是逆道而行 所以要保留相效 保留這樣一個廣場 其實在台灣戒嚴的時期 台灣也有一些地方 是一個收集民意的廣場 這個有點像我們常常講 英國的海德公園 常常一個肥皂箱放在那兒 大家就可以站上肥皂箱上面 去創守議員 所以有這麼一個環境 不但是可以讓民意能夠上達天聽 讓執政者知道民之好物 同時對於這個民間呢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情緒的發洩 或者是說一個意見的表達 甚至去尋求一個真理 事實是在哪裡 所以關於言論自由呢 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作用的 這也是憲法要特別保障 可是在專制的時代 他是非常害怕民間的聲音 因為民間的聲音對他有批評 對他的政權呢 可能就是有傷害 當你的政權的取得的基礎 更不是經過正當的民選的程序的話 你更害怕民意對你的一些指證 他認為是一種攻擊 甚至是想要奪權 所以當時在這樣的一個控制底下 我們就希望能夠一直在言論自由方面來爭取 所以前幾天彭P在說 這個事實查核中心這幾個董事長或董事 對於新聞 什麼是假新聞呢 他完全不去 他完全是站在一個 替執政黨去掩飾 或者替執政黨去抹粉 而對於真正的 該要揭露的新聞呢 他不去做一個公正的處理的 這麼一個單位 他曾經提到一件事 說那個媒體現在有一個 現在在這個事實查核中心 其實這幾個人 比如像舒正平 比如像胡元輝 他們當時都是在自立報系工作的人 其實當時是非常有改革意識的 我們也都曾經共識過 因為我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做自立早報晚報的主筆 所以跟大家其實是意氣很相投的 都是在為台灣的自由民主共同努力過的好朋友 可是在1999年的時候 當時我在這個學術改革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之後呢 就把注意力放到另外一個教育的管道 就是廣播媒體 所以當時我成立了一個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那這幾天彭P所說的這些人 原來都是從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出來的 然後現在轉變到事實查核中心 裡面也有我曾經教過的學生 然後查事實中心呢 他並不採取一個監督政府 或者是一個第三者一個獨立的一個立場 反而變成都又參加了中央廣播電台 或者是中央社或者是公廣媒體的職務 所以他跟政府的角色呢 其實就混淆了 那這對我來講我當然有點傷心 我因為做了這些團體 那我都是橫手規矩 當我的任期屆滿 這個組織已經上軌道的時候 我就會退出讓他們能夠新陳代謝 讓不同人去組長 所以在前一陣子 當時的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現任董事長 也就是現在要去做監察委員的這個賴校長 他拿了一張名片給我說 說我是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我一看我就覺得有點好笑 我就問他 你知道嗎 媒體觀察基金會是我創立的 他竟然茫然無知 他完全不知道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因為當初是要做什麼 當初的宗旨是什麼 想要做些什麼事 幾乎好像沒有什麼大概念 為什麼講這個 這個就是我要講到今天的公廣集團 公廣集團原來是屬於胡元輝去出任 可是因為他自己擔任了公廣集團的一些董事 或者中央社的董事 事實上這是扮演了一個政府的一個角色 並不恰當 所以這兩天傳出來一個消息 就是要由江春蘭 江春蘭也是自立報系出身的 也是自立報系的老記者老編輯 江春蘭他現在是中華總會的 文化總會的副會長 要去出任公廣集團 要他出任的最大的理由 居然是說要利用公廣集團 去做大外宣 這是不可思議的思考模式 什麼叫公廣集團 我剛剛為什麼要囉嗦的講 這是人事上的一個配置 導致於這種顛倒是非 完全是悖逆原來的初衷的一些做法 當時要成立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是希望矯正黨政軍射入媒體 所以當時都是要黨政軍退出媒體 我剛剛講了 比如說是三台 他其實不是政府 就是軍方 就是國民黨執政黨 所以希望黨政軍退出媒體 然後讓媒體能夠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 來監督政府傳達民意 這個民意當然未必都是站在政府那一方的 有許多許多不同的反對的意見 這個意見必須要有很公正的很平實的很真實的 傳達給政府知道 讓政府知道人民需要什麼 這件事情它其實是一個間接民主 因為我們不能每個人都參政 所以我們用間接民主 我們選了立法委員 選了民意代表 去替我們去監督政府制定法案 這是不夠的 這當然是不夠的 所以後來才想說 我們應該發展直接民主 公投法 讓人民意見表達 其實不只是公投法 平常我們就是靠著媒體 不管是平面媒體 廣播媒體 是現在幸虧有些些自媒體 來傳達人民的聲音 所以常常說 媒體是第四權 這句話我覺得對台灣來講 不夠精確 我不認為媒體是第四權 因為第四權是講的是說 我們在國父遺教底下 把人民的權力分為政權跟治權 人民有政權 政權就是說選舉罷免 創制覆決 我說過了 我們現在只有罷免權勉強在用 用的是一塌糊塗 危害太大 其他的創制覆決跟罷免 我們只有選舉權了 罷免權幾乎癱瘓 這次好不容易高雄的事情 讓我們的罷免權能夠實踐一次 很漂亮的一次戰役 可是這個不是可以經常發生 也不太可能經常發生 所以這個政權是人民的主權 人民怎麼樣去做為政府 這個社會的主人 就是靠這四個權力 治權就是行政 立法 施法 大家看著行政 立法 施法 有的官派 有的民選 事實上他站的立場 都是在統治權的立場 我們常常跟老共在那邊談 我們的主權關係 我們主權雖不及那裡 可是我們對於台灣 我們有統治權 這個是政府的統治權 所以你說這個言論自由 傳播的權力 這個其實是站在人民主權的立場 我覺得它是最重要的一個 直接民權的行使 而不是所謂的政府的第四權 它不是政府的權力 是要回歸到人民的主權 所以它才要絕對的獨立 絕對的自律 然後絕對的受到憲法的保障 黨政軍必須退出媒體 國家不得干預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當黨政軍幾乎被執政黨 全面介入媒體的時候 我們就很想要有一個所謂的公共媒體 這個就像是日本的NHK 美國的ABC 英國的BBC 它所謂的公共媒體 這個媒體不是政府媒體 蔡英文你拜託你有一點知識 有一點沒有知識 你要請教專業 你要請教的專業 不是那些只會拍馬屁的 說你都是對的 那些公廣集團 目前在有官位的人 而你應該去回顧到1990年代那個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拼命的 經過許多的抗爭 許多的修改 那個時候還是新聞局的時代 要去建立一個公共電視媒體 公共媒體不屬於國家 屬於全民所有 它最重要的責任在說什麼 監督政府 讓公民有更多的頻道可以發言 所以這個它的意義 跟你把公共媒體要轉換成為一個 國家的大外宣機構 那就是回到戒嚴時期新聞局的角色 新聞局不是已經撤了嗎 是不是 因為它是國家的一個化妝師 可是公共媒體是人民的聲音 人民的喉舌 是要來監督你政府要提供意見的 我當時我是拼命的去推動 這個公共電視台的成立 所以我是第一任的長任監視 我當時認為在當下的台灣 公共電視並不是要拍出所有 可以得金鐘獎什麼獎的電視劇 不是我與二的距離 又不是什麼這些 因為它拿的錢是國家的錢 是人民的錢 不是你政黨的錢 不是你政府的錢 然後它負擔的任務 當然你有餘力可以去振興我們的文化事業 可以誘導拍出好的片子 做出好的節目 甚至有社交性的 有兒童性的 這的確是它重要的一個功能之一 可是我認為公共電視最大的功能 還是在尤其是現代媒體 黨進軍雖然退出 完全商業化被財團掌控的時候 唯有公共電視 它沒有商業的壓力 它沒有廣告 它不需要去遷就商業團體 不需要遷就財團的牟利 它所選出的董監事 本來都是應該社會上最獨立 最公平最誠實的人 後來被各個政黨去把持 也就是我曾經說過的 它應該獨立的機構 現在變成政黨的一塊肥肉 大家在彼此分章 你國民黨要幾個名額 民進黨要幾個名額 其他的政黨只要我在國會有席次的 我都要安插我的人到這個組織裡面去 而我希望掌握這樣的一個傳播機構 來替我自己的政黨做宣傳 這就是今天所說的 要把公廣集團做為大外宣 這是錯了又錯又錯了 這完全違背傳播理論 完全違背公共電視成立的初衷 所以我不知道我們的政府用人 他到底了解不了解監察院是做什麼用的 監察院是要維持官徵檢舉違法的政策跟公務員的 結果他找了一個大家質疑 我們不管那是真是假 至少民意認為這是不恰當的 是質疑的 所以我認為被提名監察委員 雖然還沒有經過提名 其實已經是污名化了 已經不光彩了 但我看看我隔壁的人其實都有一點被社會懷疑他誠信度的 他忘掉了監察院的功能在哪 即使是要廢止 他還沒廢止之前他的功能是哪 他更忘掉了公共媒體是什麼東西 而既然大啦啦說他要用公共媒體 用國際語言用英文去做大外宣 我不知道在公共媒體工作的人 對這樣的看法還能夠接受嗎 這我們就看到整個蔡英文的用人 因為他自己擔心他將來要去服刑 因為他用欺騙的手段佔據了位置37年 所以整個國家淪陷於互相不信任 我們所有應該獨立的機構都不再獨立 而淪為他的旗子 他所有的目的也可以看出他要跟民意對創 他為什麼他要保護他自己 他要安全的下裝 這正是我原來就說他一定會擴權 可是擴權到這麼明目張膽 毫無羞恥心 毫不在意民主的定義 而把這幾個非常在民主裡面 不管你監察院要不要廢 那是另外一件事 可是今天他存在的話 他的目的是什麼 公共媒體何等重要 公共媒體並不是做了幾個電視劇 因為他本來就沒有不需要有商業考慮 說作者得了什麼金鐘獎 我都覺得理所大 我一向都主張他不應該參加金鐘獎 他要主辦金鐘獎 他是應該獨立制這個國家的控制 而變成人民的資產 代表人民監督政府的 這是萬萬不克的一個人事任命 我想不只人事任命 是他連概念都沒有搞清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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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們